269 香港相報 市況欠佳認購金賞子巨值博率 2015年7月13日投資分析A06外地監管機構頻頻出手救市 增強投資者對後市之信心 雖然之前數次的反應欠佳,但隨尺尖站摩登進行 矮觀壓漸改善,後市是值得樂觀的 尤其是現時准許將老人的退休投資基金入市 這是一個重大的啟示 因為假若這類投資基金有損失 個人投資問題便會變成一個社會維穩的政治問題 在這個大項目上當局是絕不會坐視不理 當局能讓老人退休投資基金也入市 必然是有信心後市不會悲觀的 故此不者在上週五已開始入市 本周也會再度吸納 現時入市效果更加投資市場短期的氣氛欠佳 其實也有好處 就是新股定價時不會太進取 定價多會中間目樣 這會提升長期投資者的直播率 本周新股營購的金爽紙6896公司名稱 及產品對香港人而言並不默生 對我們分析員評論員而言 更是經常服用的因物 由於是長期使用的產品 公司業務的現金流很強 甚少有懷賬出現 公司今次在香港發售的股份數目只有1816萬股 只要有兩張頂頭除非入票便已中額 現時市放低迷認購或會分得較多股數 到了7月15日上市之時 市場氣氛可能已經大為改善 增登投入市的現象可能又再重現 與其如此 現時入票認購的直播率比後來高追的更佳 公司在配方潤喉片的市場佔有率約是25.8% 金爽紙喉片的銷售佔集團2012-2014年的總收入份額為92.4% 92.4%及90.6% 其他的公司產品包括有銀行業片 金銀三七膠囊及福方白報紙咳火粒等等 街市坊間致名的常用藥物 產品隨主燒中國外、也片及歐美、澳洲及東南亞等地 不者建議現購 中國農產品有炒味中國農產品149停牌2月1週 上週五從深圳市場傳來的公告消息 指深圳市農產品000061發表公告 與中國農產品簽訂了可援股債券及戰略合作協議 互相在食品安全檢測服務、金融服務 產銷服務和未來的電商服務想有合作及擴展的空間 中國農產品在中國擁有10個從事農產品交易中心 多與當地的政府合作 管理當地的農產品批發市場之物流 及泡位攤檔之租金等等 巨行業的龍頭地位 現市值值得7.5億元 每股資產剩值有52%值讓 現時簽訂可援股債勸協議引入國內機構 約援股全數行使 對方可成第一大股東 控有28%之股權 雙方現時聯手發展電商服務 可為集團帶來一個新的方向 由於可援股債條文有機會令集團引入國內大機構 股價後向是值得憧憬 有傳此股章於本州復排 理應有不錯的常升空間 各路炒加益會密切諸時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永遠名譽 由於會長萬咀教語調 L.家亨逢周一看出